退休後 今天很多時間 日子要如何安排呢 今天是長大了 過去的官方 是不是可以來實現 這都是社區大學學院 要來上課願意志 畫油畫是我一直的夢想 只是一直都沒有機會 就在報紙當中就有家報 看到說有 就是可以招生 我先生退休了之後 他一直 有一點 有一點 走不出去 那我就覺得他以前老是說他會畫畫 我說那你去 我們一起去參加 那個社大的 優化 社區大學學院的班 不僅僅在社區當中有基盤審購店 看到主題作品在公開進行電燈 那種感覺含心出感是相當不滿足 當時也找到了人生的目標 就是他 他步調會越來越有節奏 他因為他心中有理想 他就 會有 期待跟快樂 去把它實踐 結果他就一頭栽進去了 栽進去了好像 就熱在其中 那我覺得 你可以找到你自己 另外一條路可以走 帶到社區大學上課 這位學館的人生 都有向前進去 那裡 因為老師 曾中美 過期有向前進去 在市場賣菜 後來行為之後 一名專業博家 因此 他可以退位到學館的心情 在上課過程 剛才團修幾家以外 當時也分享 道具結束的心情 因為我以前是在賣菜 那我也是這樣子走進來 那所以我知道說 畫畫可以帶給人家 一種心靈的寄託 還有就是說 找到你 你的 那個人生的亮點 那我是以這個 心情去 去跟大家分享 外圖不然是食材 和形態的表現 竟然是對救 內心世界的美麗 設立社區大學 以外辦 新古典 邀請大家來欣賞 記者的名言 蔡文博道